不要來喔 你做什麼不要來喔 不要拎我 不要拎我 拎一下 不要拎我 等一下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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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晨熙男子光著腳丫 衝到醫院急診室門口 矛頭指向醫院保全 保全大叫 別亂來 但沒想到對方越來越囂張 罵髒話 還拉人 不要 你不要去扮你 你留車 不要 我留車 你要留車 好 這樣你留車 不要 不只找醫院保全麻煩 在救護車上 還想對救護人員動手動腳 在醫院急診室發酒瘋 就怕又出現急診暴力 警方陸續派遣三網警力 共五名員警 兩名幹部 在現場對晨熙男子好言相勸 才讓他願意乖乖搭計程車回家 因懷疑保全 對他換單駕駛用力過門 合而對保全 舉出質疑 原來五十多歲的晨熙男子 半夜在朋友家喝酒 聊到自己的坎坷情路時 疑似太傷心 自覺心肌梗塞 但叫了救護車來 卻又不想讓救護人員量血壓 耍任性 還對救護人員大獎愛情史 明明五分鐘的車程 卻花了二十分鐘才抵達醫院 我們保全 為了避免引起我們急診的騷動 暫時離開現場的時候 這位民眾甚至跑起來追逐我們的保全人員 男子濫用救護車資源到了醫院也不好好看病 雖然在台南沒有罰則 但這一鬧還罵三字經 醫院保全不甘白白被羞辱 堅持提告公然侮辱 要誠信男子對自己的荒唐行為付出代價 記者賴冠章 杜永傑 台南報導